《震動》 《震動》我可以攻擊 一聲令下 穿雲破霧 立劍參數 只為打贏 您已接近文領空 立即離開 現在外界意圖不明 態勢研判複雜 隨時有事態升級的可能 他能夠精準著陸 太精準了 記者走進飛行站位 記錄飛行員駕駛戰英 翱翔藍天的背後故事 他說我們還沒開始飛行呢 這個外籍他就直接 嚐著我們航母軍隊飛過來 當那天真的來臨的時候 我一定低得上 我們的原則就是要 站在我們祖國的一陣子 一個人躺在外面 《軍師計時》推出系列節目 《升空及戰鬥》 敬請收看 本期播出 至聖海空的飛沙勇士下集 《軍師計時》 他們膽量過人也心繫如髮 他們挑戰速度與激情 也不失沉著於冷靜 他們時常面臨生死考驗 卻學會了以風險和挑戰共舞 艦載機飛行員 是如何將看似矛盾的特性 榮於一身 生死邊緣 飛沙勇士又將如何化陷為一呢 飛沙勇士又將如何化陷為一呢 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使航母形成核心戰鬥力的關鍵 他們是航母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們的根本目的是要會打仗 能打仗 打勝仗 就是要如何去具備戰鬥力 來提高我們的實戰能力 作為年輕一代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居賢書是在海軍生長路徑的培養模式下 就是由院校直接進行選拔 培養出來的新生代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2022年底 居賢書順利完成夜間著艦資質認證 成為名副其實的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然而要形成全天候作戰能力 推進航母戰鬥力提升 除了基本的昼夜間起降外 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還有一項至關重要的訓練任務 那就是空中加受油 艦載機的加油的話是夥伴加油 什麼是夥伴加油 就是同行機之間的加油 我們因為著艦需要一定的油量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的作戰半徑就會受到限制 但是如果我們具備了這個 空中加受油的能力 那麼我們的飛機的作戰半徑 還有我們的留空時間就會更長 我覺得也是一個提高戰鬥力的途徑 空中加受油 能夠有效增加戰機的航程 擴展作戰半徑 延長戰機流空時間 在保障作戰能力方面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空中加受油 被譽為空中穿針引線 是世界航空界公認的高難科目 眼下居賢書急需攻克的就是 夜間加受油 夜間的環境又會帶來不一樣的影響 一個就是人的反應變慢了 判斷的話會變得遲緩 第二個的話就是夜間的環境會更複雜 下輪的反應 這麼快 丟七ysics 在外出 прям全地的體力 在下輪設計的 只要是大內衛 矮有次回應 對 快速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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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我們 快速攻速度 夜間飛行本就難度很大 由於能見度較差 很難觀察周圍環境 對飛行員技術和膽量 都是極大的考驗 對於居賢書 這樣的年輕飛行員來說 壓力則更大 那天的話 飛機就是狀態不是很穩 因為下面有一層雲 然後剛好有一點氣流 然後那個管的話 晃動的幅度會比較大 然後就是來回的對接 就是很多次的對不上 也挺著急的 這是前不久 居賢書嘗試夜間加授油的經歷 原本幾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課目 居賢書卻足足對接了 二十多分鐘 因為我如果油量不夠 我需要著艦 然後進行空中加授油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的效率越低 浪費的是兩個人的油 加油機的油也在進行消耗 所有機的油也在不斷消耗 第二個的話 還有其他很多飛機需要著艦 那個調配也會影響 會影響整個一個運轉 居賢書是新生代飛行員中的佼佼者 但空中加授油能否順利對接完成 除了飛行員精準的操控和默契的配合外 受環境因素影響也很大 這超出了居賢書的預料 外部環境就確實那天它那個追套不是很穩定 它是一個軟管 然後它有氣流扰動之後它就會這樣晃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的話 我們機頭接近它的時候 我們機頭兩側也是有氣流的 也會對它造成一定的扰動 手空中氣流扰動 加油管在空中來回飄動 要向精準對接 飛行員必須沉著應對 它一旦扰動之後 我又急了 一急的話 我的操控幅度又上來了 一上來之後 它不穩定 我也不穩定 看上去沉穩的居賢書 生活中卻是個急性子 之前在夜間著艦時 就曾因為心態過於著急 出現過著艦姿態不穩定的情況 而這次夜間加授油訓練 加油管一直對接不上 再一次考驗著居賢書的心態 我們都是一個一個程序地來 一個一個步驟的 所以說的話 也會感覺這個過程 其實也挺延長 尤其當自己 如果還對不上的時候 那就更漫長了 你得重新脫離 再重新來 再走一名的過程 艦載機飛行員 要有極強的燙壓能力 越是緊要關頭 越要沉住氣 再加上艦載機坐艙內 只有一名飛行員 只有一名飛行員 在危急的情況 他們都要學會平穩心態 獨自面對 那麼這個時候 我就得給自己把關了 你現在著急 然後現在還不穩定 你就不能對接了 如果你強行對接的話 可能就會造人偏差了 由於遠遠超過了既定的時間限制 來自空中的氣流擾動 逐漸增大 最終 兩架戰機 重新選擇了一個 氣流較為穩定的空域 完成了加受油 我感覺自己可能嘗試了五六次 才對接上 空中加油被稱為 厘米級飛行 因為飛行員要操控戰機 所在空中的位置 任何一架戰機如果操縱失控 或是哪怕偏差一厘米 都可能導致戰機碰撞 任務失敗 即使對資深飛行員來說 空中加油也並不容易 允許加油 飛機上飛機就是很大的 壓迫感很強 我們這個離前一機的很近 這個視頻拍得感覺小一些 實際上你看 一會兒看那個記載視頻 飛機壓迫感很強了 這一個很大的一個部分 在你面前 每一架飛機 也就是這麼一根軟管的間距 還要往前上 還要再往前飛 還要再往前上 飛得很近 你要保持它給你設的油量 你要加到滿了紙 保持的對線穩定 重點還是在對接 尤其是像穿著引線 因為這麼大一個東西 在空中一米 空中很小的 然後我們的藥管套上 加速油還是相對於一個 要精細果 為了總結經驗 居賢書常常盯著自己的飛行錄像 找問題 眼睛一眨不眨地緊盯著屏幕 沉浸在飛行的狀態裡 飛行準備時 居賢書有化身成導演 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和戰友演練流程 交流經驗 2012年11月23日 有飛沙之稱的殲-15航母艦載戰鬥機 在遼寧艦首次完美著艦 中國戰機實現了 從陸地向海洋的跨越 隨著我國第三艘航空母艦 福建艦下水 人民海軍進入了遼寧艦 山東艦 福建艦 三艘航母運駕齊驅的時代 一批批年輕的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加入到了艦載機的行列當中 他們成為飛沙勇士戰天鬥海 而背後卻是日復一日 默默無聞的苦心鑽研 現在是晚上的七點多 但是整個機場還在忙碌著 像他們今天要進行的 夜間加授遊這個課目 對於飛行員們來說 夜間的課目挑戰也是層出不窮的 晚上七點 居賢書將要進行一次 四級編隊加授遊訓練任務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訓練 這次夜間空中加油 它能夠順利完成嗎 它的風險是很高的 就是每一次 它不管是飛機狀態也好 包括環境也好 它都會有不一樣的影響 所以說每一次 都把它當成第一次來做 這樣的話 你既能夠保證你的質量 還能保證安全 對決 雲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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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夜間加授遊任務 居賢書順利完成了 在居賢書的臉上 也看到了一絲難得的放鬆 我看你今天這個臉上這個 還有一些那個面罩的印子 對 累得比較緊 今天的話輕鬆比較平穩 然後操縱的話 也比較心理的話 就會解決一些問題 比如自己判斷的問題 一些操縱量的問題 然後會克服一些問題 這樣的話覺得 還是有說過的 你就說你是性格 有的時候會急一點 今天還好 我提醒自己了 我的偏差不大 然後一直暗示自己 我的偏差不大 慢慢修身就行了 少量多次 駕駛飛沙奔赴遠海大洋 我軍的航母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已經擔負起使命和責任 成為航母的尖刀力量 對 那我現在走到方向 由南向北 之前有一次 隨這個航母編隊 當時我正好要起飛 在我起飛之前 智慧就告訴我 我們這個日常的任務 就先取消 當時我們還沒開始飛行呢 然後他們這個外機 他就直接繞著 我們這個航母編隊 就藏著我們航母編隊 飛過來了 我直接就由這個日常訓練 就直接轉為這個戰鬥起飛 當時鄭子謙正在沿海訓練 卻突然遭遇一架外機 對我軍航母進行抵近偵察 飛沙勇士迅速轉換戰鬥姿 我們的原則就是要 站在我們祖國的一側 把這個敵人擋在外面 然後因為我們在沿海大洋 所以我們的航母編隊 就是我們的祖國 我需要把它擋在 他和我們這個母艦之間 面對外機持續抵近 鄭子謙開始與外軍戰機 近距離周旋 勢不退讓 堅決不讓外機 討進我軍航母 然後我就和我聊機 我們通過各種方式 始終站在我們這一側 然後後面跟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外機發現有我們的存在 所以他也不好更靠近 後面他們就走了 持續一個多小時的近距纏鬥 外機最終離開 這也讓鄭子謙更加深刻地意識到 擁有航母是中國海軍 走向深藍的重要一步 而要真正使海空堡壘的能力 全部發揮出來 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要永丹重任 無論是複雜的氣候條件 還是來自未知的風險 艦載戰鬥機飛行 無疑是世界公認的危險職業 但這些艦載戰鬥機飛行員 都是自己主動參加選拔 來到這裡的 剛好五個合適 我倆是應一面去的 當時知道這個事之後 包括我們到面試之後 每一個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就說我們剛剛發生的這種 我們就突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不干这个的话 那这个事业他也不可能再发展下去 因为张超其实呢这个事情 当时这个面试领导问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让我们感不感到害怕 或者说不愿意来这里 不愿意加入舰载机的这个队伍 我的回答可能就是没有 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牺牲 让我跟人家坚定的我要来这里 因为他的牺牲让我们感到害怕 那就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要发展 我们的这个世界 由内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不来的话 也会有其他人或人 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能够到这一天的 电视频就能够到这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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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把安全带锁紧的 人一样会这样 这样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现在我的人在这儿 我的灵魂在后面 等到这个再和一天 我说我的第一次挂手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把真的挂上来 事实上 他们勇敢无畏 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全部的精力 都投放在专注飞行上 给你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飞行的时候 尤其是前期会经常出一只汗 但是你下飞之前 你是根本感觉不到 你自己出汗的 确实是每一次飞行 每一次起飞 每一次落地 中间确实是能 从我自己身体之后的反馈 我自己能感觉到 其实每一次都非常非常的 去用心去用力地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孤独的 你不在这个环境里面 可能有时候 我没法给你去描述这个 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 在大海上 我告诉你 都是大海 都是蓝天 可能但是每个 可能也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给你描述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 不被别人知道 可能也是一种孤独 但是我们也习惯了 在远海那就是有一种 孤单的感觉 就是飞起来之后 所谓那个什么孤勇者 就是舰载机飞行员的 可能能够代表 有一部分的代表 就是在远海大洋 你起来之后 你只有航母 你起来之后 没有任何备降场 你如果飞机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你必须回到航母上 如果你的飞机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 你可能就要在母舰的前面 我们有一个位置 就要跳伞 舰载战斗机飞行 是勇敢者的游戏 也是孤独的冒险 为提升航母核心战斗力 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潜伏后继 他们奋飞在海天之上 直面风险与挑战 无畏生死 也从未退缩 飞行员一往无前 追求舰载战斗飞行事业的背后 都少不了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 我们在前几批 就我们是196年去了 像那些老一点的同志 他们第一次取得航母 自知真正下来之后 他们的老婆孩子 都会在飞机旁边和他合影 好多家属就是哭着跟他们合影 你可以 其实可以看看他们那些照片 就是丈夫都是很开心的 小孩就也还好 然后家属一般都是哭着的 回想飞行员出自在航母起降的时刻 这些飞行员家属依旧印象深刻 因为他们回来是用直升机转场回来的 然后一群人从直升机下来 就跟个电影里的英雄一样 就是你遭这么想 很久很久的一个人 突然从直升机下来 就特别像那些英雄 就是很梦幻 然后小朋友看到就开始喊 爸爸 每个小朋友都看到他这里 爸爸爸爸爸爸 然后就开始往上跑往上抱 然后其实下来那一刻 很多家属都开始掉眼泪了 合志的妻子曾希至今都记得 等待丈夫第一次着剑时 君嫂们无比胶着的心情 作为一名漫画创作者 她还用一张画 记录了合志第一次着剑成功后 一家人欢聚的场景 我爸爸是爱过树树树树的肥 最说的我也爱上树树树的肥 很厉害对不对 我长大还要开飞机做飞行员呢 你也想做飞行员啊 飞行员 女飞行员 女飞行员 你好棒啊 要比爸爸还厉害是吗 我开飞机这些小可棒了 是吗 不过我长得还要棒了 家属们其实很明白 舰载机飞行的每一个骑匠 都如同刀尖起舞 每一天都要面临未知的考验 生死的挑战 但他们都选择了默默的支持和守候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他们日夜兼程 在一次次起飞降落中 用自己的青春热血 甚至生命 在刀尖上起舞 无畏生死 谁提了一嘴 说我想看向日葵 他们飞行的时候 刚好路过这片向日葵的天 回来就另外给我打电话 我跟你说 我天天飞行的时候 看到向日葵开了 我周周带你去 他们不会的时候 突然给你什么很大的惊喜